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程数百万公里 数百场红法演讲 他就是卢君洪台长 卢君洪台长是澳洲华人博协学会会长 太平绅士澳洲东方华语电台台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用慈悲心将众生一个一个送到彼岸 中华的文化一定要能够传播 佛教的精髓一定要传承 希望大家都成为菩萨的牵手牵眼 让这个世界充满着佛光 他用智慧启迪我们内心的佛光 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怕 因为我们有观世音菩萨 他用耐心指明开悟的方向 你看看我 你想不想好啊 双手合掌 拜拜 让众生在探寻的道路上有了光吗 让伟大的真理能够传递世人 我一定要让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懂得佛法 我要让每一个人都念大悲咒和心经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个佛法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最伟大的 我要让世界和平 传承佛教精髓